豪卫市政府12号的防疫记者会中市长 郑文灿表示配合二级警戒 各大场馆缓坡式解封 市民心心念念的户外运动场馆 也在研议解封时接 原则上还是要十连日消毒 设施复原后就可以开放 我们希望户外行运动设施 仍然有QR Code 然后有防疫的警语 加上环境清销 最后把设施复原 那设施复原后就可以开放 原则上是运动 开放型的运动设施 我们会做好这四项 这个措施以后开放 那其他的游戏设施 因为没办法单次消毒 所以暂时我们还在做这个准备 这个大概是 以这个方式来做开放 配合中央指示 桃园市的长照老福生状 儿哨机构以及护理之家 开放访课条件 需要切准完两剂疫苗 或者访试前三天的 自费筛检阴性证明 并持缓坡开放 严格管制的原则执行 接种完两剂疫苗 达14天以上 或者访试前三天 完成自费筛检的阴性证明 完成这两个 具有这两个条件 可以开放这个 这个访客 当然还有一些西部规定 那我们会要求所有的 五种类型的 这个住宿型的服务机构 都必须要符合这规定 才能够做探视 另外第六轮疫苗登记 是国产的高端疫苗 桃园市预计登记量会突破10万 市长表示实际施打得看 中央佩服的疫苗状况 来调整疫苗接种上的数量 希望逐步把疫苗覆盖率扩大 完善保护力 记者来为一桃园报道